同学们,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上第三节 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劳固树立 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社会主义的大学 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大学生不仅要在得志体美上 成为优秀的时代新人 和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 也必须从劳动中体验生活的本质 了解社会责任 明确奋斗方向 新时代大学生 要在劳动中展现精神面貌 在劳动中修正价值取向 在劳动中提高技能水平 为实现美好生活 给自己定目标 加任务 压担子 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精神 有利于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事业观 不断强化 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责任感 使命感和荣誉感 培育他们以客观公正平等尊重的态度 对待一切劳动 并尊重每一位普通劳动者 可以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克服不劳而获和投机心理 让诚实劳动的观念 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内心 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精神 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事业观 使他们真正认识到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也是幸福的源泉 真正认识到 人世间的美好理想 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只有通过创造性劳动才能破解 生命里的一切辉煌 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助就 新时代的大学生 要将日常生活与理想追求 紧密结合 在劳动创造中 实现伟大理想和个人目标 自觉把人生追求 融入国家富强 民主复兴的伟业之中 实现个人与集体国家的融合发展 真正树立依靠 依靠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 获取财富 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思想观念 从而为走出校园后的人生之路奠定良好的事业发展观 第二 有利于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 新时代大学生要把艰苦环境作为锻炼自己的机遇 把小事当作大事干 从做好小事 管好小节起步 学会劳动 学会勤俭 学会感恩 学会助人 学会自行 学会自律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自己的劳动过程中 第三 有利于大学生感受时代精神力量 劳动既是勤劳诚实的奉献 也是凝聚真善美的力量 要引导新时代大学生确立劳动最美丽的思想观念 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劳动本身所激发出的人性光辉 品德光辉和精神光辉 体验到劳动者在劳动中所体现的精益求精 专注执着 无私奉献 创新创造的宝贵精神 体验到高标准高品质的追求和敬业自美 创造自美的价值升华 通过弘扬劳动精神 我们要号召大学生向劳动模范看起 感受他们身上涌现出的爱港敬业 增创一流 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 以及淡薄名利 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力量 从而激励自己投身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奉献无悔青春 同学们 我们最后 以习近平总书记一段话 作为结束语 一切劳动者 只要肯学肯干肯尊严 练就一身真本理 掌握一手好技术 就能立足岗位 成长成才 就都能在劳动中 发现广阔的天地 在劳动中体现价值 展现风采 感受快乐 谢谢大家